歡迎收看警訊 Keep Sir, 想問你 你知不知道現在去喝要給的人情 供價是多少? KJ,有人請你去喝嗎? 是呀,我知道原來去酒樓 或者去酒店喝要給的人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上網看一看 結果讓我知道,今年… 其實去喝本身是開心的事 又不需要太在意準備人情 其實主人家邀請你出席他們的婚宴 目的是想大家見證他們的重要時刻 所以人情也是其次 沒錯,Geek Sir,我也很認同 因為無論是錢銀還是賀禮 都是對一對新人的一點點心意和祝福 不過最重要是要量力而為 沒錯,不過我知道有些人出席飲宴 不單沒有做禮,反而還帶回頭 執子之首,與子佳佬 參加婚宴就是那些親朋好友 見證對新人這麼諧念的地方 但是如果在裡面的長合度 要上不蓄之下,那就掃興了 各位,看鏡頭準備,照一、二、三,再多一張,一、二、三 好,謝謝你,留給新人了,只好 老婆,你今天這麼開心 平時很少見你笑 老公,我們拍拖這麼多年了 你終於肯坐我,我當然開心了 我終於嫁出來了 老公,你怎麼回事 Johnny哥,你叫我穿成這樣 我們今天去哪裡很威風 老公,做我們這一行,賺錢有很多種 婚宴就是其中一種 我今天帶你來見識一下 但是這種隆重婚宴 我們進去要做人情的 蘇哥,準備好了,老婆 搞定,買一下 準備? 荔是… 荔是荔是荔,你想要付多少錢 我準備了一份大禮 甚麼? 好厚 你用甚麼說 你看 像個真理一樣 別想多,出發吧 走吧 簽字嗎? 行, 我有一個 隨便坐 經學生 師兄, 幫你拿杯茶 不介意, 蟹肉衣麵 行…不用了, 快點 你瘋了嗎?蟹肉衣麵 你驚導了豬人家 全部是賺錢的 你賺到錢, 今天吃甚麼都行 你聰明一點 別吵了, 我去看看新娘 放下, 還沒值錢的東西 新娘有多少首飾 我看新娘房, 沒人也沒所 那就行了, 我們先留意新娘 有甚麼機會呢, 立即可以入房六可憶 好嗎? 來…試試看 謝謝… 謝謝 我送你的鞋給你 將你百年好俠, 永恢同心 謝謝五姑生季子 謝謝… 謝謝五姑婆 謝謝 媽媽, 走吧 鞋又重, 又不搭 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脫掉, 拿進新娘房 好 謝謝 老公, 接著呢 誰拍照? 隨便吧 你為甚麼這樣 看著… 誰走進房間 跟著… 嘗試 都放在哪裏 隨便吧 嘩, 這條是甚麼今年來的 甚麼年代呀 嘩, 還有雙眼 我外出的都比她漂亮 待會拍照的時候, 一定會搶你的鏡 來吧 咦, 我師兄帶學照了 等我 哇, 任老 好嗎 嘩, 只有一對龍鳳鴨 金色那麼少, 親戚那麼多 人緣一定很差 十幾泥酒席 只剩下一個少許泥 好, 二百元 當自己吃放題嗎 有沒有 這麼小粒金皮都夠膽送 不送好過 來, 隨便吧 好 多謝 今天收穫不錯 我想這裡至少坐下那十萬 今晚就在那裡吃飯 先喝杯… 好, 麻煩大家笑一笑 準備, 一, 二, 三 好, 再來一張 兄弟們可以再威猛一點 一, 二, 三 好 好, 麻煩各位, 可以來 好 好, 麻煩大家 好, 麻煩大家 好, 休息了 好 辛苦了兩位示範師了 我們現在可以賣席了 我帶你去 好, 麻煩 兩位示範師, 你們可以坐這裡 好, 麻煩… 謝謝 我先招呼一下, 你們坐這裡 好 阿寶, 我去洗手間 麻煩你幫我看看 好 好 喂, 攝影師 我是攝影師 幫我爺爺大道上廁所好嗎 好 謝謝你 好 喂, 先保護衣服 好啊 拍照 這間戲呢 剛才你還沒進來的, Maple 剛才都還在 不要玩 不要開玩笑 我真的沒有 會不會被人偷了 不是, 麻煩這麼大 糟了, 那怎麼辦 就好像剛才片段一樣 擺酒原本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是因為大家的梳忽 令到整件事都變得很爽慶 沒錯, Bonnie 其實這類案件發生的原因 都是因為 被一些陌生的人士 混入了會場 令到他們有機會 順手牽揚 偷走裡面的財物 所以 只要那些會場 做好了這個出入口管制 就能夠大大減低 盜竊的風險 例如負責迎賓的工作人員 要核實每個來賓的個人資料 就可以被變察人混水摸魚 另外, 我還想一提 就是新娘房的保安 因為新娘房通常就是擺放一些 貴重財物的地方 所以這個新娘房 就一定要長期鎖住 而且要限制出入的人鬧 最好就要有人在裡面 看著 除了新娘房的保安要留意之外 還有什麼防盜貼士 可以提醒大家呢 其實貴重財物 是需要小心保管的 例如剛才片段所見 那些攝影器材 應該是要擺在視線範圍以內 如果做不到的話 就應該想它鎖好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鎖在新娘房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其實除了一對新人 和攝影師等等的工作人員 要看實自己的財物之外 其他好像伴郎伴兩 兄弟姐妹 或者所有出席宴會的賓客 其實都要好好看管自己的財物 沒錯 大家記得走開走馬的時候 都要確保自己的財物有看管好 大家都不想令到訓宴掃興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會跟大家介紹 好市民獎頒獎典禮 究竟今期的好市民有什麼英勇事跡 又或者他們怎樣協助警方破案 想知道的話就千萬不要走開了 稍後見 好市民獎頒獎頂